親臨海選爭裁現場 柯文哲要為2024總統大選 尋找照浪者 面對民進黨爆發如劇情 一般的性騷 吃案爭議 他火力全開 第一時間 柯文哲臉書開槍 綠營處理方式非常諷刺 事情拖九個月 這麼久很有問題 不過前民眾黨黨工 也在底下留言 本黨的人順風打到對方了 還是再次不惜犧牲碾壓 傷害過去的灰燼嗎 留言的人就是他 昔日民眾黨年曆封面人物 去年3月曾透過臉書發文 暗示時任民眾黨副秘書長的 尹凱謙曾對他性騷 但後續卻刪文稱一切是誤會 在綠營爆發性騷風波後 他有感而發臉書寫下 到底為什麼今天本黨的人 都有PO這則事件 自己黨有先做好嗎 等同一巴掌重重打在柯文哲臉上 被迴力鏢打到的 還有國民黨的侯友宜 2020年新北市衛生局 林姓女員工 遭已婚前長官性侵 墜樓身亡 事後南方遭判刑 監察院也對該案提出糾正 三年以來我們沒有看到 侯市長針對這個案件 做出任何對於下屬的懲處 他連一通電話都沒有去電關懷 甚至連國賠都拒絕 有如恩恩案的翻版 藍白異口同聲 炮轟綠營說一套做一套 卻沒想到性騷風暴 也意外延燒自家整營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